大家好,我是千锋UI讲师罗王 咱们今天学习一下关于这个从概念到产品的一个东西 现在的UI设计师越来越多的就是会接触到产品这个东西 那么首先接触产品,咱们首先要接触到需求 那么咱们今天的课程就是需求的一个获取 首先如何获取需求,或者说如何做需求分析 产品构思的初期,咱们会这个尽可能的去罗列很多很多需求 也会从用户的方面去收集需求 但是很多的需求都是伪需求 这些需求它不具备什么这个现实的价值 那么咱们该如何去判断,就跟这张图一样 请问您有什么感想 每天有无数的产品诞生,同时也有无数的产品陨落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问为什么会有产品诞生 或者说为什么会有产品去陨落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没有把握好用户需求 吸引不了用户 那么该如何去把控需求 各种各样的需求,如果毫无节制的去加载去满足用户 最终也会导致产品臃肿而失去核心的一个定位 那么咱们的核心需求该如何去提炼 往后看,用户需求与产品需求 首先咱们看用户 用户需求是用户本身从自身角度出发 而获取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他自以为的一些东西 用户经常提出的需求 从他们的角度而言都是正确的 但是更多的是从自身情况考虑 自身那么就说明人通常有一个心理 那就是自私心理 从自身的情况考虑 我需要什么 那么这就是用户从自身角度出发的一个需求 对于产品的某个功能 或者说有自己的一点点期望 对于产品定位设计依据等情况不了解 所以说他们才会有这种自以为是的一个需求 但是虽说这个用户的需求 其实并不能特别特别好的去展现咱们这个产品的功能 那么其实用户的有一些需求 也能够去适应到咱们的产品当中 这个就看咱们如何筛选 并且他们的建议 也许并不是该功能实现的最好方式 也就不足以作为这个产品的依据 但是有的时候 用户的想法是好的 咱们也应该去吸取 那么产品需求是提炼分析用户真实需求 并符合产品定位的一个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可以理解为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功能 或者一个服务 或者一个活动 一个机制 就比如说 今天我想出门打车 打什么 滴滴 那么我想出门叫车 用手机瞬间就能叫到车 不用去马路上去招手 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功能或者说一个产品 它满足了用户 同时也满足什么 也符合咱们产品的一个定位 需求分析 是从用户提炼的角度出发 提出需求的角度出发 挖掘用户内心真正的目标 并转换为产品需求的一个过程 那么咱们看这张图 有用户需求 有产品需求 还有需求分析 那么中间画了一个问号 中间是谁 中间需要一个纽带 我们不能简单的看需求 而是应该挖掘用户 这时产生需求时 心里是有什么驱动的 所以更应该考虑 需求分析的过程 是如何把用户转换为 就是说把用户需求 转换为产品的需求 中间的纽带到底是什么 那么咱们往后看 什么可以把产品需求 转换为用户需求 首先讲一个词 叫做人性 叫做人性 比如说你讲这个人性干什么呗 人是有不同性格的 或者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有好有坏 所以说人性对于产品而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想如何把用户需求 转换为产品需求 中间纽带着什么 不禁要想到一个问题 用户的需求是如何产生的 那么就是人性产生的 我们只需要把原因研究清楚 才能够通过产品 去迎合用户的需求 我们追溯本源用户需求 或者说欲望究竟 由何而生 那么就是人性 人性的需求 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咱们产品的一个需求 人性的需求 就是产品的需求 首先讲到一个东西 叫做马斯洛理论 马斯洛理论 马斯洛理论分为五种需求 分为五种需求 第一种生理需求 第二种安全需求 第三种社交需求 第四种尊重需求 第五种自我实现需求 那么这五种需求 是由低层次往高层次 一步一步去进展的 咱们看一下 生理需求指什么 安全需求是什么 需求 看看后面 首先安全需求 这个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是指 食物 水 空气 住房 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就是你的生理需求 那么安全需求 人身安全 生活稳定 避免遭受这个疾病啦 痛苦啦 或者说 其他的一些威胁 那么 有了生理需求 跟安全需求之后 那么肯定就要有社交需求 如果说周围 只有你一个人 也能满足你的食物 也能满足你的水 也能满足你的安全 那么 你自己孤孤单单 活在一个世界上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需要社交的需求 爱 感情和归处感 比如说 谈恋爱 结婚 下一个 第四个需求 尊重性的需求 自尊 或者 来自于他人的尊敬 这就是尊重需求 比如说 我在公司 当了一个领导 那么 我有自尊 那么别人也会尊重我 这就是尊重的需求 最后一个 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 这个需求 非常非常的 顶尖 非常非常顶尖 实现个人报复 个人理想或者个人价值 就比如说一些老板 去实现自己的报复 实现自己的理想 实现自己的价值 那么 咱们个人来说 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比如说 我在某一某一方面 达到了某一个一定的高度 那么同样也是 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好好看 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是指衣食住行 这也是我们提及 最多用户的刚需 就跟现在结婚一样 结婚现在有什么刚需 也就是买房子 买车 是一个刚需 那么生理需求 最基本的 或者说叫刚需 是什么呀 空气 水 食物 住房 所以说 我们提及最多的 用户的刚需 也就蕴含了巨大的市场 是众多创业公司 和巨头 一直抢占的山头 比如说天猫 京东 衣食住行 它全 全了 衣食住行全了 天猫跟京东 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商平台 是不是这种东西 就说这种刚需 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个 抢 就是抢的这么一个 状态 第二个 随之产生的是安全需求 希望生活有保障 避免物理伤害 这是医疗 人身保障 等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 两个需求得到满足后 个体会产生友谊 产生爱情 产生亲情 等各种感情诉求 也渴望成为集体的一部分 几乎没有人 不能说几乎啊 99%的人 不希望过着孤独的生活 不与外界联系的生活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 去贵荣 不求名利 这样的生活 随后 希望被人所尊重 得到认可和赞赏 名誉 声望 以及地位的这种需求 也就是尊重需求 这种需求 很少得到充分的满足 因为 如果你想得到这种需求 那么 一 零到二 你有很高的名望 最后一个需求 自我实现 是最高层次的一种需求 实现个人抱负 理想和价值的一个需要 马斯洛理论 其实就是说 他这五种需要 那么人最终的需求 是从哪来的 那么这里面 就要用到国外的一种东西了 叫做七宗罪 七宗罪 傲慢 暴怒 妒忌 懒惰 色欲 贪婪 跟饕餐 饕餐 也就是吃的没够 然后看 比如说七宗罪当中的傲慢 傲慢人类 QQ秀 各种钻 比如说红钻 绿钻 黑钻 还有微博 朋友圈 晒 叫晒朋友圈 朋友圈里 晒脸时的 晒女流的 还有这种 让你点赞的 这就是一种傲慢 因为有些人实现不了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叫傲慢 那么暴怒 网络游戏中的杀戮 游戏装备的热脉 这都属于暴怒 嫉妒 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话 网络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贫富共通的一个平台 但是它凝聚了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抱怨 咒骂 或者说抱怨社会的不公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嫉妒 懒惰 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世界为懒人而创造 科技为懒人所进步 这个是肯定的 比如说现在有什么 有饿了吗 有快递 有天猫 有京东 为什么 因为人懒了 所以说才会有这些东西 那么色欲 在之前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热的一个播放器 叫做快播 还有嬷嬷 还有微信的摇一摇 附近的人 歪歪美女直播 这也就是满足人的一个色欲 贪婪 渴求得到更多永远不会满足 比如说淘宝的双十一 京东的618 给你各种优惠券 然后你还想得到更多 饕地 美味和食物总是对人有着强烈的一个诱惑力 衣食住行 有些人挣钱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吃 然后 人类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正是生活中有太多问题产生不满意 太多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希望 去解决这种问题 去满足欲望 消除现实与理想的一个差距 我们作为一个产品 服务 功能等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满足需求 而这些表面需求 被不断的挖身 总是可以回归到马斯洛需求理论和七中粹 这些东西里面去 战小龙 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产品 一款好的产品 一定是迎合人性的 表示 把握人性是一款产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知道用户内心最需要什么 才能够让用户 才能够做出让用户更喜欢的一个产品 OK 那么用户的动机 用户的动机 那就是需求 还有用户需求 产品需求 两个中间的东西 就是用户的动机 用户动机 那么掌握这几种 才能够做这个需求分析 那么人性跟欲望 就是用户的动机 用户的底层欲望 就是源于这些人性 而人性所产生的欲望 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因为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行为之下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动机 想要达到某种的目标 而产品的需求 正是迎合了用户这种心理 从而帮助用户更好的实现目标 那么这个理念是什么 这个理念就是说 产品一定是迎合用户心理的 或者说一定是迎合用户 这种欲望的需求的筛选 有了需求 那么就要对需求进行筛选 那么筛选需求的时候 除了要挖掘用户的动机 寻找真实的需求 同时还需要考虑下几点A 该用户是否为用户目标 B 该需求是否符合产品定位 C 该需求是否能够实现 那么咱们在下几课当中 咱们会分析需求 去给需求做向线的一个等级划分 最后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产品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 能满足用户基本需求的一个东西 但是能够让用户尖叫的一个产品 或者说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产品 这里面 它们两个对比缺少了什么 一个缺少了 不能说缺少 一个是迎合了人性 另一个是满足了其中的基础需求 满足用户 基础需求 跟让用户有尖叫 就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个产品 它们之间就差了两个字 叫做人性 OK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就到这 我们下边